土茯苓包乳哥在春末夏初时最合适 是一道家常进补的美味汤品 今天进入大山深处寻找土茯苓 生态环境太美了 这是一颗比较大的土茯苓 土茯苓是比较难找的,也很难挖 广东人最喜欢用土茯苓来煲汤 作用大好处多多 一起来了解一下吧 这就是土茯苓的根莖苓 大小约1500克 野生的要生长两年左右才有这么大 土茯苓的淀粉含量非常丰富 可以磨成粉末做土茯苓膏 夏天吃解暑降温 土茯苓要清洗干净瓜皮 切成薄片晒干 也可以新鲜的时候切薄片煲汤用 接下来用这次挖的土茯苓干片煲汤 原来作用这么好 土茯苓汤味干甜,特别味鲜 葱段 姜片 把乳鸽放入锅中焯水一下 去腥味去血水 放入水中清洗干净 汤锅放入乳割 放入蜜枣、红枣、陈蹄、姜片 放入瘦肉 把土茯苓加入到汤锅中 汤锅内倒入清水 乳鸽选用老一点的鸽子 可使汤的味道更鲜美 开大火烧开后转小火煲90分钟 不要煲太久 否则票令就会高了 中途打开搅拌均匀之后继续煲 90分钟时间到了 90分钟后汤汁已经很浓厚 汤味满污飘香 这时就要加入盐调味了 营养浓汤就熬好了 鲜美又甘甜非常好喝 它的作用真大 可以经常喝